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FOD Focus on Details 职人美车工艺的老板 黄博胜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博胜你好 你好 博胜 年纪轻轻后 才21岁 还是还没满 今年刚满 今年刚满21岁 就当老板了 但是我们这当中 前面已经在汽车美容上面 有五六年的学习 然后我们要开美车工艺 我们的老板 我们身边没有一个人不赞成 全部都超级支持 全部都很赞成 很棒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从你的名称Focus on Details 就知道说专注细节这件事情 我来问问你 就是说你自己开的就是中古车对不对 对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中古车 然后中古车的一些内装这个方面 就会是你很强调讲究的对不对 对啊 因为中古车这种事情 毕竟他人家开久了 所以基本上前车主在车上干嘛 在车上打奔替啊挖鼻石啊干嘛 你也不知道 是 对啊 然后长期下来 因为人类会有一些油脂 对 然后再加上室外的一些空污啊什么 跑到车内来 其实开久了车都会 都会 内装都会满脏的 是 对啊 然后如果说买中古车 可以做一套中古车清洗的话 内装清洗的话 其实可以还原新车感 嗯哼 而且在接下来就是自己开起来也比较放心 嗯哼 至少说摸起来是 皮最原本的那个感觉啦 不会上面都是细菌这样 是 对啊 嗯 你当初呃 为什么会选中古车来开啊 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在卖中古车 是 对啊 你觉得中古车只要经过像你刚刚说的那样整理 基本上很OK 很OK啊 就买中古车就好了 就是自己把车换看 好就好了 嗯 啊你是买什么中古车 我是买苏巴鲁的休旅车 为什么要买那一款 因为我对苏巴鲁有蛮特别的品牌形象 是 因为它的 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独特性 是 那苏巴鲁这款休旅车 其实在路上 应该说苏巴鲁这款品牌 它在路上不多 嗯哼 对啊 所以说 我蛮喜欢它的引擎啊 它的外观 它的动力 嗯哼 OK 后来就选择苏巴鲁这款车 嗯 苏巴鲁难洗吗 然后它的一个 呃在气氛美容上面有特别需要讲究的吗 这个品牌 讲究 因为它的漆面跟马斯达跟宏达一样 都比较都偏薄 OK 所以说在抛广上面就要比较注意那个时间跟温度 嗯哼 对啊 嗯 那其他我是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嗯哼 对 你在洗车的时候你特别注重什么 我特别注重旅圈 呃就是大家 旅圈跟卡钳 嗯哼 大家基本上是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地方 嗯哼 对啊 像外面洗车场它可能旅圈它只会洗外最外面那一层 嗯哼 那我们是洗到碟盘进去的那一层 是 对啊 跟轮拱 还有那个 像窗框或者是门法它里面的那些风 嗯哼 就可能像白车久了 那边会寄一层黑黑脏脏的 是 对啊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把它尽量还原到这白车 嗯哼 对啊 新车来找你们就对了 嗯哼 因为镀膜我们本身就有打折了 嗯哼 就是本身你只要在我们这边镀膜 回来洗车我们都会优惠 嗯 对啊 嗯 刚刚讲到镀膜 镀膜的时间会需要多久 然后你想要让这个车主 如果说它是中骨车 然后这样子镀一下那个 这个效果会是什么 稍微跟我们聊一下镀膜好不好 好啊 镀膜它 我们是保固一年 OK 但是它实际上如果你正常在保养 正常在使用的话会超过一年的期限 嗯哼 那镀膜就是 像我们就是做比较完整的镀膜前置作业 是 所谓镀膜前置作业就是铁粉薄油的那个去除 嗯哼 漆面上磨起来不会一粒一粒的 嗯哼 然后我们是用日本进口的那个煤熔瓷土 嗯哼 对啊 就是以不伤害到车漆又不会增加太多的刮痕 嗯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完整的泡光 就是95%的除了泡光 嗯哼 除掉太阳纹啊 氧化物跟一些 没有伤到底漆的那种夸痕 嗯哼 对啊 嗯 那另外5%就是已经伤到底漆又或者精油层已经剥落的那种 是 那个就没办法了 嗯嗯嗯 然后再抛光之后会再洗一次车 嗯哼 把一些缝隙的那个粉层洗掉 嗯 之后再去脱纸再上镀膜 嗯 那我们的镀膜都是采因果的药剂 OK 然后一定都是做双层的 嗯哼 就是小那个大灯啊电镀饰条跟塑胶漆面这些都会镀 嗯 对 那这样刚刚说要多少时间 要一天 要一天是不是 对要一整天 哦 OK 含它的干化的时间 嗯 它有一个结晶的期限 是 然后出来的模后感跟鲜艳度 还有它的抗光能力会更好 嗯 现在其实你呃 呃 开了这家 就是汽车美容店之后啊 其实 一路都很顺利对不对 都很顺利 对所以呃 如果说现在要请你啊 帮他去做镀膜的这个 反正就是预约咯 对都是预约 OK 好 呃我至少有一个镀膜是 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 然后我的那个雨刷 刷布干净啊 这个都是跟镀膜有关吗 对 那玻璃镀膜 那个叫做玻璃镀膜 OK 就是玻璃镀膜你上去之后 它的油膜比较容易附着在上面 是 所谓油膜就是下雨天 你在刷的时候 玻璃会白白乌乌的 是 那个就是油膜 嗯哼 然后做玻璃镀膜的话 会先把油膜去除掉 嗯 去除掉之后 它的 它会呈现清水性 嗯哼 就是水完全是粘在上面 嗯 之后我们才会上玻璃镀膜 嗯哼 然后玻璃镀膜就是它真的是泼水的状态 嗯 它在我们用的药剂它在时速到达45公里以上 它的水珠会自己飘走 是 基本上也也是减少雨刷的耗损 是是是 以用不太到雨刷了 嗯哼 然后在行车安全 在雨天的行车安全上面也会更提升 嗯哼 就是不会说像之前白白乌乌的前面都看不到这样 嗯 嗯 那所以其实你自己的爱车啊 你多久去帮他做这样的一些亲姐妹的吗 目前是一个礼拜 但如果说之前像之前上个月比较忙 就好几个好几个礼拜没有洗 呵呵 就是只能等空档 嗯嗯嗯 那正常是一个礼拜一次 是 可是如果说来找你的这些车主 你希望他不要超过多久 至少一定要 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 不要超过一个月 因为我们用的蜡毕竟是比较好的蜡 他可以呈大概一个月 OKOK 那一个月之后他的蜡会 他的蜡的那个 保护能力跟泼水效果会慢慢的在推那个 衰减 嗯哼 所以说一个月回来补一次蜡 他可以呈更久 是 嗯 那打蜡这件事情他有学问吗 还是其实打蜡OK啦 但是打蜡的那个蜡很重要 蜡很重要 其实他没什么学问 他就是涂上去这样而已 是 对啊像蜡我们是用美国进口的 他的棕榈含量很高 嗯哼 那一般像房间市售的 几百块的那种蜡 或者是汽车百货 或者是大卖场那种蜡 他是用合成油下去做的 嗯哼 所以说他的油脂含量很高 相对油脂含量一高就会惹成 对啊 那像进口的棕榈啦 因为他的棕榈含量很高 然后跟他的成分的关系 他出来的光泽会比较类似 镀膜的光泽 嗯哼 然后撑的期限也会比较久 嗯OK 然后跟他的抗 抗酸碱能力啊 把泼水效果都会提升 嗯 你自己在 说学徒没有错吧 对没有错 就是去学 你是一张白纸去学对不对 对 就是有基本的观念这样的 然后抛光啊什么都不会 嗯然后 很怕伤到人家的车吧 那时候会蛮怕的 会有一个心理压力 嗯哼 对啊 但你从来也都没有失败过 都目前都没有失败过 嗯哼 然后不管 比如说开到你的店里面 三四百万的这种车 或者是什么 其实你都知道说 嗯 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把速度放慢 嗯 然后熟练之后 速度可以加快 但这些其实都在你的一个 掌握的范围之内 对啊 就是随时的去注意 漆面的温度啊 随时的去了解 它漆面什么时候该怎么样 这样 然后就像什么棉盘 它该配什么药剂 在这台漆面上面 OK 对 嗯学问还是很多的对不对 蛮多的 可是我觉得主要是靠经验啊 嗯哼 主要是靠经验 那你会自学吗 就是看国外的影片 在这个国外的一个汽车美容这个上面 还是进步我们很多吗 很多 他们的洗车产品跟他们的洗车用具 都进步我们蛮多的 是 可是台湾现在有慢慢的在跟上了 嗯哼 对啊像台湾现在有一个洗车品牌 它已经外销到日本啊 全世界好哦 所以说台湾的洗车品牌 也是可以 就是它已经慢慢的在 扩展到国外这个脚步了 你自己虽然开店啊 除了一笔钱开店 可是 你的这个用具啊 设备啊 可能比 就更多 对不对 更多 因为你自己很要求 对啊 就是像内装的地毯机啊 高温蒸汽机 那些跟那个顶棚的旋风枪 是 它是 它是一根那个 药水 药水的那个头 然后它会在那边旋转 嗯哼 就是把顶棚的一些烟 那个什么 可能车主会在车上抽烟 那些烟垢打下来 OK 那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 就是 对于我们的这个店啊 目前就是 因为它毕竟是 开在 台中市南区 嗯 你之前 就是怎么说 是在彰化那个地方 对我之前最开始在彰化园 那 来到台中市南区 就是会觉得说 比如说以一千块来讲 台中市 很接受 而且会觉得 其实你提供的服务是 很接受 对啊 就是台中人会觉得 洗一台车一千多块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对啊 那相对人家觉得 一千多块 当然就要做到 比一千块 还要更 超值那种感觉 是 对啊 尤其是像你刚刚讲的 那些看不到的地方 他们可能不在意 你比他们更在意 对啊 而且通常 洗完之后 就是可能 像轮拱好了 他可能不洗 不会怎么样 但是一洗 那感觉真的差很多 是 对啊 对不起 我是女生 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个叫什么 轮拱 就是在 轮胎的上面 那一个 OK 他会有一些泥沙 噴在上面 那久了 你一些 像 轮拱里面会有塑料式版 那个叫 内桂版 OK 那个都会被泥沙包覆 是 对啊 OK 所以 基本上 以汽车美容来讲 是你真心 喜欢做的事情 对 然后 真心 现在把店开下来了 那你对于他的短中长期计划是什么 短中长期就是 我会想要 扩点 就是把这个规模再更扩大 然后请 更多的员工来 加入我们的团队 是 对啊 然后也会 之后可能会研发 自己的洗车产品 是 就是研发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 去 卖给 可能他在台北啊 他在伊兰 不方便来找我们洗车 是 可是他想要用我们的洗车产品 OK OK 然后研发自己的维护剂啊 棕榈啊 镀膜之类的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 台湾已经有外销出去 对 你也想要做这一块 对不对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商机 是 那讲一下吧 就是说你在这一个行业 汽车其实 他相关的非常多 从汽车零件 然后到我们说的修车啊 可是你选的是汽车美容 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汽车美容就是 因为修车你不可能 像之后电车的时代 是 电车基本上修车厂就不用做 可是基本上电车他不可能自己洗自己啊 所以还是需要汽车美容 对啊 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那如果说相关的要一业合作的话 你对什么是有兴趣的 我对中古车行跟修配厂 烤漆厂是会有兴趣的 为什么 因为烤漆厂他 烤完漆的粉尘 还是需要清洁 对啊 那他们可能自己拿吸尘器啊 拿风枪吹一吹 其实那是吹不干净的 是 所以说就需要汽车美容的这些高温 这些药水 去帮助他们 清洁 OK 就是让他们 在交车到客人手上 客人会更满意 那相对的 他也会说 他也会 就客人也可能 也会问他说在哪一天洗的 那之后有可能就会回来 新车的车主 照顾自己的车 这没话讲 对不对 甚至会有那两三天就来找你报到的那种 有这种人 那 但是 也有那种开着旧车 然后很爱惜他的车 然后去找你 对不对 对 也有 那总之就是 我们在这个 Focus on details FOD 职人美车工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 而且你自己本身都是开中古车 无论是外装或者是内装 其实都是要take care 要非常的去照顾他 才可以让自己的车子 不管说是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开出去 都更安全 对啊 汽车美容可以帮助安全吧 可以 这是玻璃镀膜 是不是 对啊 然后跟一些油垢 是 像引擎啊 他可能 洗完引擎是 你就会看得出哪边有漏油 之类的 是 是 是 因为漏油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可能引发火烧车 他也可能就 就这样 不用管他 OK 对啊 好喔 今天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 FOD Focus on details 职人美车工艺的老板 王博胜先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 就是 其实汽车美容的 这一个部分 学问 是有的 对 然后 这当中还可以 引发 然后还可以 就是 真的外销出去 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台湾在这个 汽车美容的这一块 其实是 很有创新的精神 对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这里面有很多的专注细节 你会跟客人聊天吗 会啊 嗯 会 可是会到一个段落 OK 要聊的跟车子永远 你们男生好像是聊不完 聊不完 好 再次谢谢博胜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